对 它不是很甜那种 这是我童年豆浆的味道 童年豆腐坊豆浆的味道 哇 妈妈有条级 谁会带这么大的帽子出门 我是老少贤 谢谢 红手一切 谢谢大家 妈妈小熊的糖果 上去吗 对 悠悠来了 爱要爸爸和妈妈 耶 哈喽 又见面了 这里是悠悠来了频道 一个爱好探索未知的妈妈 注定会有一只 陪着她一同前往的娃 我们在每一次独自探险的当下 感受生活 更是感受彼此 我不只是她的妈妈 她也不只是我的娃 一个书包 一壶水 一个三脚架 世间的美好那么多 还有那么多的路要走 我们共同陪着彼此 走一程吧 哈喽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2点 游爸要在房间工作 我准备带着悠悠坐我们这边 普吉镇的公车 去普吉岛的百货公司 刚才走过去的这个白色的 小面包车 让我们了 因为普吉岛这边的红绿灯 真的蛮少的 行人过马路 基本上都是要靠那个车辆 主动的去给我们让路 让我们之前她会先减速 然后会在前头灯 开一个双闪 叮叮就告诉我们 你们先走吧 我不着急 我们就等一下吧 妈妈小熟的糖果 妈妈的童年 现在糖果好吃吗 它就是饼干加上那个甜甜的糖 好吃吗 配搭一起 我小的时候觉得还行 但我觉得长大应该不太喜欢 没想到在普吉岛还碰到了我童年 东北女孩的童年零食 它有这个按铃 你想停车你就叮按一下 司机师傅听到了 就会给你停车的 热吧 那还要等吗 还要等 多么的执着 没有疫情之前 我和悠悠在这边住 这种车特别快 大概20分钟就一班了 现在就特别久了 你要等很久很久才一班发车 因为乘客很少 这个奶奶损手 拿出了一颗菠萝蜜 在那儿吃 好香 它这个成熟的刚刚好 就那种果香味 就一阵一阵飘来我这边 然后那悠悠这边 就已经热到复兴 你还要再等吗 还要再等吗 再等 好辛苦哦 为了坐一趟双条车 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这边的人 好像貌似很 习惯这种漫长的等待 就有种我刚刚从台中台北 到台南旅行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点像 刚到台南 有一次带着悠悠两个人旅行 我也不会开车 然后我也不会骑摩托车 就没有办法租各种交通工具 于是我就在Google Map上 开始寻找公车 可是台南的公车在前两年更少哦 所以这两年稍微多了一点点 哇 等到真的我和悠悠要中暑了 然后旁边的 好像是工地干活的工人吧 就说你们去英良的地方等吧 时间还很久 大概等了半个多小时 那个车才来 但这边也是一样 大多数的人都会自己骑摩托车或开车 只有一些学生和老人 包括游客 才会搭这种双脚车 车已经发动起来了 要给司机起 太急促了 给了师傅20块钱 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普吉岛最大的百货公司 好 谢谢宝宝 谢谢 走了 宝宝 你先走 有个黑车停在我们这儿 万一一下子把我们家悠悠拽上车 我就BBQ了 我这个马路的两边都是百货公司 所以我们就直接走到 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这边的楼梯上去 这一栋是普吉镇百货公司 后来又建的 一开始只有对面那一栋 哇 白天的这个泰国就是要逛百货公司 超级凉爽 谁会戴这么大的帽子出门 你这个都可以当披肩了 现在来到DQ 准备买个冰淇淋 泰国的DQ是真的很便宜 我在上海的时候DQ都吃不起的 每次想吃DQ了就忍着 来泰国就狂吃 它到底有多便宜呢 我觉得就是大概麦当劳的价格 哇 就像这个吧 25块钱的冰淇淋 做到有多好看 哇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谢谢 我们找个位子去吃吧 他那两个耳朵呢 那我吃掉了 你吃的也太快了吧 淡淡的咖啡口味 然后混着牛奶 里面好多八蛋木的坚果 他们坚果给好多 我们现在已经把冰淇淋吃完了 吃了一身都有点冷冷的 再加上空调真的看得太低了 准备在我们旁边有一圈 那种小小的美食广场 买点吃的 在泰国基本上吃这种美食广场 都是要先办个美食卡的 500吧 谢谢 好了 我们这个卡办完了呢 就可以去刷了 而一会儿吃不完还可以过来退的 炒面炒饭大概是70块钱 65 55 75 汤面红猪肉脆皮猪肉75块钱 哇鲜虾沙拉才79也太便宜了吧 哇 哇好了 拿两个叉子应该就够了 再给悠悠拿个汤匙 都是自助行事的 咸蛋黄沙拉65块钱 它里面还有那个豆芽菜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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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慢一点 刚出锅的宝宝 烫到 哇哇哇哇哇 我的这个青木瓜沙拉加咸蛋 然后还配了一些生的高粒菜 泰国人很喜欢吃生高粒菜 这好吃 它很香 它放了很多香料 包括花生碎放很多 但虾仁也给了好多 所以在泰国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我去百货公司里面吃 我是不是就没有吃到正宗了 恰恰相反 百货公司里面的美食广场 才是最正宗要 他们要求很银河的 要评价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口味要一眼筛一眼 一定要很在地的口味 泰国营业员的头发呢 他们都梳得很利落 而且都会扎这个两个小表表 后面再盘起来 Thank you 200起对 300退了370 我现在好难过 扔了130块钱 我现在好难过 因为它把我的船给拆开了 好热 好吃吧 好吃吧 不能吃太多啊 吃完要述述口 哇 我们悠悠长大了 我这个书包你背有点大 刚才那个大小比较合适一点 又买了7788的东西 真是没办法 说不买不买吧 进去买点画本吧 买个笔吧 买个小发带吧 结果250块钱又花了 就在泰国你就很容易 其实东西它是本来可买可不买的 但你看到它之后 你就觉得它特别好看 然后很划算 特别是你生活过很多的地方 再来比对比这个价格 你就觉得买就赚到了 然后就买了 买中你真的那么那么的必须需要它吗 还没有 这就是泰国讨厌的地方 太可恨了 你弄的台面上都是几续续包包 走吧 陪妈妈吃上 躲在里面吃糖果 这小孩 这小朋友 现在大朋友都已经放学了 然后晚上一般都是上这么大小孩 上国小的会过来玩一玩小滑梯啥的 又把已经工作完了 一起来这边的G层 这个现在159 129 这啥呀 我们刚才那个店是大麻饮料 一百块钱三匹 这大麻也太便宜了 哎哟吧 你前一阵子不是在便利店买了一个大麻饮料吗 好喝吗 还没喝呢 还没喝呢 对 那不是买了后来就头晕血了吗 我以为你喝上瘾了吗 我在想说这晚上可不能走喝 万一上瘾了呢 回台湾咋整呢 是吧 这不是走上不归路了吗 怪吓人 我把优霸阻止 不能买 我们点了一份海南鸡饭 已经吃到残缺不堪了 但是真的很好吃啊 哇 我看泰国的女孩也不太吃饭 一般女孩都喜欢吃那个海鲜青木瓜沙拉 对吧 在地的 就吃那么一碗 嗯 哇 三百块钱一个小时 跟外面还便宜一点 我们那边三百五 对 那普吉镇真的是百货公司是最便宜的 对 嗯 惠面点 惠面点是啥 惠面点 你一个餐厅 哈哈哈 英文的看法是 就是惠面的地方 喂妈呀 那咋翻译成这样了呢 它是先翻译成简体字 它想用繁体字 结果一繁体 咬面出错了 对 太搞笑了 哈哈哈哈 这是神仙吧 还有五对手 那那个男的是谁呢 那那个男的是谁呢 来Boss买一些 那个叫什么来着 泰国的驱蚊的 看我买了多少 哇 被多一点给悠悠上学的时候 放在书包里面 买了一大袋子的驱蚊液 你是要批发吗 哈哈 这个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在台湾 不管不光是什么药局啊 还是什么文艺市集啊 或者说他们自创的 什么精油驱蚊 我都试过 都不太好用 这款真的是 抵御那个台湾的蚊子 很厉害 哇 没有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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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心给大家提前推荐 如果说你家小孩和你也是那种 特别招蚊子 悠悠就是 就 推荐大家可以买这一款啊 那一大串香蕉 卖69 哇 69泰铢 这是56台币 56台币 香蕉 那真的便宜 这39 39 买好便宜 但是没有台湾的凤梨好吃 是吧 还是差了一点点 不能带植物回台湾 带不了啊 哇 你看人家还给你弄了一个小装饰 你回家直接摆上就行了 59块钱 这要在台湾文艺市集 不得卖个100多 299 299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家搬过来 因为想买的东西太多了 好了 放下走了 我和悠悠是1点多来的 到现在 9点多10点 没逛完 感觉啥也没逛 都不舍得离开 这逛泰国的百货公司是真有瘾 哈喽 欢迎来到 东西大 呵呵呵 morning 哎呀 昨天晚上空调吹得太大 我和悠悠都有点吹着脸 我和悠悠都有点吹着脸 嗓子有点疼 悠悠有点流鼻水 应该不是中标吧 应该不是 一切都很正常 没有发烧 没有发烧 血氧也很正常 90几 我们现在要去一个 普吉镇的朋友们 他们吃早餐的一个市场 买很多很多很多的早餐呢 一起去带大家分享 我今天打扮是不是很知性 美不美 美 好美 好漂亮 我的下身呢 还是穿了一个人字托 很多朋友说穿人字托就特别的台湾 的确很台湾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女孩 穿人字托 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每天穿人字托 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你的台湾的前女友 前前女友 前前前女友 也是天天穿人字托吗 没有人穿人字托 你的台湾前女友们 不穿人字托啊 不台湾 一点都不台湾 你不要特别想掉门 好不好 怎么前女友们 要不要前女友小队 也可以啊 至少台湾的 可以凑排麻将多吧 好像可以 对啊 那就闷了 但年龄差距比较大 他们是两代 那个老幼坚持 我是老少贤 谢谢 捧手无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为啥不穿人字托 那么好穿 你看 是不是 日本留学回来的都穿高跟鞋 太爱 娇小可爱 会不会说话 你看 我们家宝贝也穿人字托 你看 我也是 妈妈又给爸爸都回来 不好多 这租的安全帽有点臭 臭头皮味 这个是我意外发现的一个小小的市场 初步看这个市场就是卖那些早餐的 就是当地的人过来买早餐午餐这个样子 我们就一起来逛一下 这是泰国人 泰国人吃的早茶甜点 甜品 什么椰子西米露啥的 黄家下午茶 黄家点心 就我看视频 人家泰国人说 早餐人家就买什么一小份 人家泰国人胃口小 早餐就这样 就饱了 这太甜了 台南输了 前面还有啥呢 这个好像真的很受欢 玉米漆木瓜沙拉吗 好像是 还有面 人家弄的一包一包的 这个叫啥 这个叫空气打包法 什么意思 就是它也可以一定的去防止这个食物变质 就是泰国人的空气打包法 你看它的打包都浮水的 粽子 这个客家减粽吧 对是减粽 但是也有鞋子 嗯 都好甜啊 虎极岛人早上吃的好甜啊 烟菜好像是 烟菜蜜饯 这边是卖泰式奶茶 人家吃炸虾 这是炸鱼吧 不是鸡吧 这啥是鱼浆吗 还是什么 所以这些一大包一共花50块钱 对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吃这个吗 又要吃这个面 这是炒面吧 确定吗 不知道多少钱 嗯 啥 这是豆浆吗 这是豆浆吗 酱 独头 豆腐 嗯 豆腐 小豆腐 一半 一半 一個三塊 一個三塊 媽媽有流宿 嗯 你現在吃流宿嗎 還真的沒有台灣的好吃 嗯 一半 拍拍得差多少錢 那個山竹71塊 你看嗎我就走吧 好 我們真的買了太多 我們一早上能吃掉這麼多嗎 我們拋了300塊錢 加水果 對全部加了 哇 這什麼醬啊 這不像辣醬 好像是番茄醬 然後悠悠這個是炒麵 那好了 那你的給我吃吧 我點了一個越南的這個叫啥 越南的春捲 對 然後我們所有的炸五都在這裡 對 有點像樹葉 但是沒啥味道 嗯 蝦子是真的挺大一顆 然後酥酥的 這個是炸魚 這個是炸魚 炸的好酥喔 我跟一下聲音了 這就是加點鹽巴去炸 我點麵粉 新鮮的魚 它炸出來這個魚真的 跟我媽炸的沒啥區別 我們還點了一個超級大塊的這個 啥東西不知道 好像看起來就很像魚漿的東西 沒味道 媽這素的吧 素的 我聞到了 我兩個舅舅的味道 哈哈哈哈 我大舅是僧人 媽呀真的很素的味道 我的媽呀 是啥樣 我彷彿吃到了摘飯 這麼素啊 它是純素 嗯 它一點油混都沒有 你看嘛 很大一塊豆腐 對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蔬菜 所以表示它的油也是植物油 好像是 它一點昏腥味都沒有 它這個顏色炸出來和其他就不一樣 它指定用的不一樣的油 嗯 它專門為素食主義者 嗯 可能生人也會吃 哇 它好好素啊 哇 它真的耶 而且它那個豆腐都是那種 老式滷水豆腐的那種滷水味 好濃哦 大家去吃過深空豆腐對不對 就是那麼濃的那種滷水味道 對對對 好濃的 石墨滷水豆腐 就感覺到豆腐法 哇 你去吃我只有我現在廟裡面 我來喝一下我的豆漿 豆漿10塊錢一大袋 有那種老豆漿的那個 骨鍋底的那個味道 這個好好喝哦 然後它加了一點點的糖 非常一點 很濃 它這個豆漿很古法 對 它不是很甜那種哦 這是我童年豆漿的味道 童年豆腐法豆漿的味道 就是 豆漿鍋底的那一層豆漿 對 香蕉味蕉 這個年輕人應該不懂 我覺得 我有點自豪感 哦 我說這個自豪感 什麼意思呢 就年輕人一定不懂這個味道 就台灣的 像幽霸這個年紀和 就是像我北方同樣 像我這個年紀的 童年的回憶 我們同名人 就是這個味道 對 這多少錢 三十塊錢 三十五 最貴的 三十五塊錢的越南春卷 對 最貴的 它加了一個小小的九層塔 它九層塔好嫩哦 就小小一隻的 泰國九層塔和台灣九層塔好像不太一樣 對 味道有差 泰國的更濃郁 這個小的品種 我來蘸一下這個醬 吃九層塔那小葉子 為什麼滿水有九層塔的呀 好好吃 我也要吃 給你揪個葉子爸爸 謝謝 愛心九層塔 很好吃啊 它有個 它肉是牛肉 我覺得它的重點不是那個 不只是裡面的 它那個外面的皮也不含糊 它那皮看起來不咋地 但是吃起來真的好吃 對 那皮不是說很韌對不對 對 不是很 也不是很水很軟 它就剛剛好 對 感覺真的是手工做出來的 它這個牛肉味道好重啊 對呀 很好吃 在餐廳的話 估計就是得八九十塊錢 平常我每吃 很好吃 我再吃一個 一大早吃大餐 很好吃 很好吃 早餐吃完了 去上個廁所 好吧 那我們今天呢 還有 好玩的行程 那就請期待我們 下一集影片吧 放屁 放屁嗎 對 悠悠整個嚇暈了 嗨大家好 看到了我們現在已經很不行的威威 看到了我們現在已經很不行的威威 付款頁面 貼寫信用卡的安全碼 打勾 套用至所有裝置上 點擊右下角結帳 完成 這時候出現頁面 歡迎你加入悠悠來了 頻道會員 直播室等你哦 我是悠媽 我是悠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下方留言哦 嗨 還有訂閱我們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